第473集 都这样了,能保住吗? 田氏心里七上八下的,他其实并不在意小夜市的,小夜市的孩子保不保得住他更不在意,男人们的那些算计他不懂,虽然自家男人一再地说小夜市这个孩子对夜家来说也很重要,稳固夜家对白家的掌握都得靠这个孩子,可他到底就是个女人,男人的谋略他听了,却并没太放在心上。 但是,如今小夜市是伤在了夜家,他的男人还在大牢里,他知道绝不能让人在这里出事。 快,快去去宫里送出来的身碗。 田氏一咬牙,终于喊出了这句话,那是一种救命的药,是老太后前些年从宫里送出来的,据说危机时刻能够保人性命。 先前叶承明从府衙里抬出来的时候还存着一口气,当时他就想过这个药,但也只是想想而已,终究是没把话说出来。 而二夫人张氏当时都懵了,也没有想到那么多。 田氏其实是有私心的,那个药丸叶家只有一枚,据说是老太后从罗叶国师手里得到的,一共也没几个。 他私心里是想把这个留给自家男人的。 再者,一个府上两位老爷,张氏仗着自己的父亲是外省府尹,又因为田氏的儿子就在那个省府求学。 张氏认为,田氏算是有求于他,经常不把这个大嫂放在眼里。 所以他当时心念一动,想的都是老二若没了,张氏的气焰就燃不起来了,这个家也真正地归由自己这一方做主。 所以,那申完叶成名没吃成就验了气,但是他现在却不得不拿出来了,他必须得保住小叶氏这个孩子,否则他男人很有可能在阎王殿里头再也出不来。 这一点,他相信小叶氏和双环没有骗他,毕竟白鹤染对阎王殿的影响力在那摆着呢,原本那死丫头就总找叶家的茬儿,这要是再出乱子,肯定又给他提供了借口。 申完送来了,田氏不有分说,亲自塞到了小叶氏的嘴里,急着道。 妹妹你且含着,别验,就在口中含着便好。 这是你姑母从宫里送出来的申完,能救命的。 你一定要体谅大嫂的苦心,大嫂是真心疼你,才把这好东西都拿出来给你吃。 说着,身子又往下俯了俯,声音压低了道。 你二哥到死都没吃上,你可千万别跟你二嫂听。 小叶氏含着药丸,听着这位大嫂的话,心中感慨更加丰富。 能救命的药丸,连二哥死了都没舍得拿出来,如今却给了她。 她明白,这不是冲着她的面子,也不是冲着她肚子里这个孩子的面子。 这是这位大嫂怕了白鹤染了。 一个还未急急的小姑娘,却活成这般骄傲模样,实在是让人羡慕又嫉妒。 小叶氏没说什么,她含着药也说不出什么。 身上的难受让她连睁开眼都有些勉强,要不是有个婆子告诉她一定要撑着,千万不能睡过去。 她此刻一定会把眼睛闭上,好好的睡上一觉。 田氏见小叶氏对她非但没有感激,还爱搭不理的样子。 心里有些气氛,但嘴上又不好说,只能求着这药丸能够管用,别浪费了好药,孩子还没保回来。 药丸寒了一会儿,有丫鬟查看了下说。 好像已经不出血了,还真是好药。 田氏的心这才放下来。 可这头心刚放下来,就听屋外又又喧哗声起,是个女人的声音,还有婴孩的啼哭。 她皱了皱眉,让身边丫鬟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 丫鬟走了一圈回来,无奈地道。 夫人,是童姨娘抱着锦叔少爷在外头哭呢? 田氏听得直皱眉。 童氏? 童氏是叶二老爷叶成明的宠妾。 白赫然刚回京那会儿,童氏刚给叶成明生下一个胖儿子,是叶家的小少爷叶锦叔。 这叶锦叔才伴随刚过,不移入灵堂,更不能给侍者守丧。 童姨娘一直陪着小少爷在后院待着,田氏原本是不想让他们娘俩出面的。 毕竟张氏跟童姨娘也不对付,她也是怕他们二人在丧礼上再闹腾起来,又乱又不好看。 可没想到童氏不老老实实在后院待着,居然跑到这里哭丧来了,这是要干什么? 童氏发的是什么疯,还抱着锦叔,那么小的孩子抱出来干什么? 田氏气得鼓鼓的,赶紧叫人送回去,别一会儿二夫人又闹起来,这一出一出的还有完没完了。 丫鬟一脸为难。 夫人,许是咱们取身丸的事儿走漏了风声,童姨娘也不听谁说的,您将身丸给了白家夫人,这会儿就是为这事儿哭闹,只说要问问夫人您,为何将那样贵重的药丸给了外人?为何二老爷奄奄一息时您不拿出来? 田氏恨得咬牙。 一个气,哪里有他说话的份儿? 赶回去,他若不听话,就将锦叔从他身边抱走。 问问他是想为二爷争这口气,还是想安安生生养大这个孩子? 丫鬟俯了俯身,去了。 不多时,屋外的哭喊声止住。 很显然,在男人和孩子之间,同时选择了自己的孩子。 田氏也松了口气,又回过头来看了看小叶时,夸张地叹了一声。 你也看到了,我没骗你,这药丸真是非常珍贵。 不求你能念着我的恩,只求你能帮帮你大哥。 叶家需要他,你也需要他,咱们是一体的,应该共存亡。 小叶时还是没什么反应,眼瞅着田氏面上陷了不痛快。 双环赶紧上前一步,压低了声音道。 大夫人,我家主子今日过来,您衣上是祭拜二老爷,实则是有钥匙要跟您通个口信。 叶府去请的大夫终于到了,田氏一边嘱咐匆匆赶来的两位大夫,一定要保住小叶时的孩子,一边递给双环一个眼色。 二人退出礼物,到了外间的小厅里。 说吧,你们今日过来究竟所为何事? 田氏对着双环就没多少好脸色了,一个丫鬟,还是叶家出去的丫鬟,如今竟也敢用白家来威胁他。 要不是想着自家男人还在阎王殿里关着,他纵使不能拿小叶时出气,也一定打死这个奴才。 双环自然知道,此刻的田氏极度不待见自己,可事已至此,他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,退路绝对是没了。 于是双环沉了沉心思,这才对田氏道。 大夫人难道没瞧出什么不对劲吗? 今日是我家主子自己来的,文国公并没有跟来。 按说,依着国公爷和业家的关系与交情,今日这种场合他肯定是得到场的,但他就是没来,大夫人觉得这正常吗? 经双环这么一提,田氏方才想起,还真的是没见着白星眼,不由得皱了眉。 你便直说吧,近日府里事情多,我哪来的精神头跟你猜这等雅谜? 双环点点头,将发生在文国公府的事情认认真真地对田氏说了一遍。 说吧,还补充道。 这些只是在奴婢陪着主子望叶府来之前,至于我们离开之后又发生了什么,便不得而知。 主子的意思是,叶家一则要做好准备,二小姐这一次来势汹汹,怕死了一个二老爷很难平息她的怒气。 二则,夫人您还真得考虑考虑道歉的事情,不管银子拿不拿得出,至少脸面上得过得去。 否则就按着石殿下敢打死二老爷的这个架势,阎王殿里官职的大老爷也得不着好。 他敢! 田氏下意识地脱口而出,可说完就蔫了。 不敢吗,怎么可能,这世上还有什么世事呢混是魔王不敢的? 大夫人。 双环又说话了。 不管这次的事情叶家多丢面子,不管叶老二的死有多憋屈,这些不是大夫人您眼下该考虑的事情。 您别怪奴婢多嘴,这也是我家主子的意思,眼下最重要的是大老爷的安慰,已经死去的人肯定是回不来了,但还活着的人不能被放弃啊。 大夫人,我家主子心里是向着您的,他跟二爷一家不亲。 田氏深吸了一口气,头一次在一个下人面前认了怂。 你说得对,活着的人对叶家来说才更有意义,那是我的夫君,我绝对不能放弃他。 他咬咬牙,像是下了决心。 这个罪得赔,心意也得表。 你帮着我想想,叶家该怎么表这个态度。 双环摇摇头。 这个还得夫人您自己拿主意,奴婢如今不在叶府上,实在不好说话。 田氏身边带着的近视丫鬟这时开了口。 夫人,表心意也是要用银子的,咱们府上自从被狄公主砸了一次之后,存银全部用来修缮了。 宫中已经捉襟见肘,连主子们平日的开销都捡了半,实在是拿不出银子了呀。 田氏当然知道这个情况,说起来还都是拜白赫然所赐。 可这事要细追究起来,他也怨死了宫里的那个老太太。 从前,白家的银子是一箱一箱往叶府里抬,那可都是真金白银哪,看着就叫人欢喜。 可这欢喜劲还没等过呢,抬进来的银子还没等花呢,宫里的老太太一封密信过来,银子就又原封不动地被秘密送到了别的地方。 送去哪儿他不知道,因为他家老爷说了,男人的婶女人不要掺和,可如今却要他这个女人往外掏银子。 他从哪儿掏,府上哪儿有钱呢? 难不成要卖了锦盐的宅子和庄子,还是要动用我的嫁妆? 田氏不乐意,也不甘心。 眼见田氏面露娇凡之色,他的丫鬟赶紧提醒道。 夫人,奴婢说句愉悦的话,或是二老爷闯出来的,为什么锅却要咱们来呗? 就算是善后,就算是道歉和表心意,也应该让二夫人出面。 说到底,这件事情跟夫人您没关系,就连咱们大老爷那也是被二爷连累的呀。 双环看了看这个丫鬟,不由得点了点头。 这位姐姐说得对,大夫人,您如今是叶家的主事人,就该赏罚分明。 身为叶家主母,您表个态是应该的,但也就仅止于表态吧,至于其他的,应该去同二夫人理论。 奴婢虽不在叶府,但这些年两边递着消息的事也一直是奴婢来做的。 奴婢听说二老爷其实很有钱,不但在外头为娇美小姐置办了田产,也悄悄存下了不少嫁妆。 除此之外,二老爷好像还有几桩生意都是私下里做的,并没有报给叶府。 嗯? 田氏一愣,她倒还真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。 你这话当真,从何处听说的? 双还道。 是听白家从前的二夫人说的,具体她从何而知,奴婢就不清楚了,但想来应该不是无敌放逝。 既然她说了,二老爷这些事十有八九就是有的。 田氏的丫鬟赶紧的。 有就最好了,虽然二爷没了,但二夫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些钱财的流动,所以夫人您得跟她去要。 即便是要不来,这种时候该考虑的也不是您的嫁妆,而是二夫人的嫁妆。 哦,对了,还有童姨娘。 二爷在世时那样宠她,她屋子里好东西可是不少。 当初嫡公主砸叶府时,因为锦叔少爷还小,所以并没有砸到童姨娘那里去。 想来,童姨娘屋里的东西都是留下了的,这种时候可就得派上用场了。 田氏点点头,心里头终于敞亮了些。 你们说得对,谁惹出来的货就该由谁去背。 只是问那张氏要银子,她肯定是不给的。 说到这里,她冷笑一声。 哼,不过给不给的,也由不得她说了算。 双桓,待你家主子胎向稳定了,你们便回府去。 就跟那白鹤然说,这个太业家一定会表,让她别急。 最迟明日,该表的太都会送到文国公府去。 双桓点点头。 如此便好,奴婢也一定会记得在二小姐面前多提大夫人您美言几句。 望二小姐能念着您的好,对阎王殿里的大老爷高抬贵手。 眼下就只有大老爷这个事是最重要的了,至于其他的,真的没有那么重要。 田氏听出她话里还有话,于是问道。 你的意思是…… 奴婢的意思是,既然没有那么重要,那么又何苦在这个节骨眼上让二小姐不痛快呢? 二老爷抽了人家一鞭子,人家正记恨着。 叶府这头却又大肆操办丧事。 这万一哪出办不好再触怒了二小姐? 又或者是二小姐一个不高兴,又揪着这个事拿叶府出气,咱们不还是吃亏吗? 大夫人,事到如今,再论憋不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。 千事万事您都不要想,您只要念这一句话,大老爷的命要紧,便什么事都能看得开了。 千事懂了,立即吩咐身边丫鬟。 去,告诉前院的人,撤了灵堂。 任何人不许再为二老爷扶桑,也不许哭,不能再穿丧服。 总之,一切都要恢复成原本的样子,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。 丫鬟点点头,立即去办了。 大家好,在下讲故事的明灵,播出时间尚短,水平一般能力有限。 感谢各位听友的支持喜欢,欢迎大家多多关注,多多交流,爱你们哦。